又到了一年一次的播种祭仪 卓西乡公所为了不让年轻一代 忘记传统小米播种耕种 在2月10号卓青村 清水部落举办农业碎石祭仪中的 小米播种祭 碎石祭仪播种祭 卓青长者与部落族人进行祈福仪式 当地布农族人每年完成开墾祭后 大约在12月到1月份举行播种祭仪 祈求小米顺利生长 杜绝虫害同时丰收 由于部落青壮人口外流 同时缺乏行政人力下 卓西乡播种祭 今年都是由公所来承办 选定定点之后 就请部落参与办理 希望达到传统文化传承的目的 因为流失掉了 因为年长人都不下去 因为一方面身体也老了 也消退了 一方面年轻人都在外面没有在家乡 所以很难有机会这样子 你看像这些都是没有年轻人 所以也是很怕会失传 我们播种祭仪的时间其实是很短的 但是是很隆重的 所以呢时间就会比较短 那往常的时候 去年以前我们都会增加一些气味的游戏在里面 那今年为了呈现正式的一个隆重 起伏的仪式 所以我们今年就删除了针对那个气味的部分 布隆族的小米播种祭每年的二月是播种的时候 也是一年中重要的祭典之一 将小米种下去后就开始一系列的栽种工作与相关记忆 也象征是新的一年开始 透过每年的记忆 让这个小米播种祭代代相传 记者高双双主席乡采访报道 多谢观党